元宵节不要只顾吃汤圆,这是求子时机 杨登科表示,正月十五上元节是三观大地之天观大地的诞辰 三观是上元赐福天观紫微大地、中元赦罪地观清虚大地、下元解恶水观动因大地的合称 全名为三元三品三观大地,也称三界宫,在道教中仅次于玉皇大地的神明 元宵节的主要庆祝活动就是迎花灯、提灯笼 杨登科表示,相传夫妻在元宵节到花灯下钻灯角,祈求子寺 另外,已婚的妇女欲求子,想在今年生男孩,先到庙里祈求神佛保佑生个男孩 然后妇女就在灯笼下走来走去绕一下,所谓钻灯角,生男孩,谐音,软巴,音灯与钉发音相同之故 此外,杨登科建议,夫妻两人也可以带着灯笼,到临近庙里 向神祈求子寺将灯笼留在庙里,代表现灯求丁 祈求的庙寺若主神是供奉三观大地,观世音菩萨助生娘娘更佳 X三立新闻网提醒您 以上言论及图片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台立场 X三立新闻网提醒您 民俗传说仅供参考,请勿过度迷信 更多三立新闻网报导 X三立新闻网报导